消防人员火速到场拿出担架 因为有民众通报 这里有人疑似出现 一氧化碳中毒昏迷不醒 事发在新竹一处民宅 夫妻俩洗完澡后 热水器疑似燃烧不完全 释放出一氧化碳 加上雾浆室外热水器装在室内 今晚阳台窗户有开一个小缝 却因加装了铝门窗阻挡排气 患者转述 洗完澡后有发现 头昏那有晕眩过去的情况 后来醒来的时候 发现该患者的先生叫不醒 那就请他的情友帮他做通报 据了解两名患者 都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 其中如女全身无力 但意识清楚 协议中一氧化碳浓度有26.7% 不过徐南昏迷不醒 失去呼吸心跳 协议中一氧化碳浓度高达63.1% 送医抢救后人宣告不至 近期寒流来袭 民中皆将热水器火力调高 使得燃烧更不完全 产生大量之一氧化碳 若风向屋内吹 一氧化碳无法有效排除 便容易引起屋内人员一氧化碳中毒 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 正常人血液中一氧化碳血红素质 不超过20% 若上升到40% 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 提升到60% 则会视力模糊 以示不清 升高到70%以上 可能会导致死亡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 冬季平凡使用热水器得更加注意 民事新闻黄兆康新主报的